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就会在2月26日公布 今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出席了香港电台的纵研堂论坛 为财政预算案进行咨询 他在里面为派钱开了一个红灯 到底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作为掌控公共资源的人 就是要负责任 不能轻率 有人认为派钱是不恰当地运用资源的 他就说派得少大家又生气 派得不好大家又生气 他就说会聆听市民的意见再考虑 其实市民的意见就已经是非常清晰 而且要求特区政府在今年派发1万元 已经是跨党派的共识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在2020年的这刻 都是支持派钱的 过往还有很多傻人 包括那些所谓自命中立 理性清高的人 就说反对派钱 因为派钱是一个最无效率的方法 政府就应该把派出来的钱去善用 把这个资源拿来建公屋、建医院什么什么什么 废话 政府宁愿拿你的钱去担沙填海 拿1万亿来搞明日大遇 都不会亿你香港人半分 所以不要再发梦了 支持派钱吧 也是 这个陈茂波就说到什么 派得少市民又生气派得不好市民又生气派钱 今年1万就不会派得少 你就不能少过当年曾俊华司长派6000元 你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通胀 派1万元就是非常适中的 你可以跟澳门特别行政区来看齐 人家都是派1万元 今年也是派1万元 去年也是派1万元 即时告诉你 1万元就是一个非常适中的金额 就不会大家吵什么 你就派1万元 不会少了 没人叫你派4000元这么捷夺 你的法温是不是 当天你派4000元 当市民是狗 还要去審查 还要去交表格 拜托你就派1万元 是不切任何资产审查的 每一个人有身份证 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就有1万元 这个非常公道 更何况就是 你派出来的那些钱 根本上就不是从你的口袋 或者荷包那里 是从政府的财政储备撥出的 那些钱从何而来 又是从市民纳税所得 故此你派钱这个过程 只不过是还富于民 就不是开仓派米 说得好像黄天大赦那样 好了 还有他说到派得不好 派得不好当然是怒 大家想想 当时你派4000元的时候 利用全人手的操作 不切互联网申请 这个已经是非常失败了 当年2011年的时候 曾俊华司长派钱 他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 登入网银就可以 按几个键就已经是申请得到 你就应该跟银行合作 大家每一个香港市民 绝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银行户口 你就在网上银行 可以给他们申请 或者通过银行 递交这些表格 不用经过你的所谓资助办事处来做 你人手又不足 一会儿市民寄了表格给你 你又说是寄失的 一会儿又说要资产审查 这些绝对失败 麻烦你向李嘉诚先生来学习 人家派应急钱 5万元 每人一张支票 那些商户是 为什么人家派得这么快捷 这么方便 你就向别人学习一下 难得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 采用了最高新的科技的例子 在你面前 你就不会好好学习 接着推三推四 就说 怕市民派得不好又生气 你不派还生气 他说到现在目前要说 就着派不派钱 就是意见分云 麻烦你收档吧 陈茂波司长 过去特区政府有多少撥款 是有意见分歧 是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你不一样照样来都通过 是不是 根本上你做每一项的政策 都没有可能取得全民百分之一百的共识 只有取得绝大部分的人共识 是不是 好了 这个派钱 到底有没有人走出来强烈反对呢 在民间那里 我听不到这些声音 是不是 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支持派钱 因为你就是做得不好 你就是无能 如果你是一个有为的政府 没有人会支持派钱 因为你根本上可以把这一笔的资源调度得非常厉害 可以使得最多的市民来受惠 现在你不是的 大部分的市民都享受不了你的经济成果 所以 你派钱绝对是好事来的 因为就算你不派钱也好 那笔钱也是用来大花童鸢使用的 比如说海洋公园才算是最新的例子 现在他连年都是亏钱的 而且特区政府已经借了一笔的钱给他了 几十亿的 他都没有能力归还 现在就不借钱给他了 索性就注资给他 就是送给他 将这一百零几亿 喂 你还搞这些亏钱的事业 你搞这么多做什么 是不是 他也是亏本的 然后没有人要问责 那个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可以继续做 明明他就是做得差的 姓志民做得好的 你就换了他 赚钱的人就炒他由于 就请个亏钱的回来 然后就不用问责 如果这样就是所谓的理财新哲学的话 麻烦你特区政府每人回水一万算数 大家当然是大欢喜 还有 现在就说海洋公园 这个迪士尼诺园不是一样是亏钱 什么时候轮到他排队之后来拿钱 个个摊大手板 你那些公共事业全部都亏钱 搞来做什么 还有 搞天桥有十七亿 搞噴水池又说要五千万 你搞了多少这些冤枉钱 区议会有多少无聊撥款 又说搞酒会 搞什么活动 全部全部用钱 那里加起来是多少钱 还有那些无谓东西 加起来是多少钱 对不对 不如派钱好过来 好了 以往还有一些所谓的中立 或者是自命清高 理性的人走出来反对 我告诉你这些人 如果今时今日还在说这些废话 就真的非常天真有志 包括他们要求特区政府 与其派钱的话 不如把这个资源 运用得更加有效率 好过 就是建他们所说的所谓的公屋 医院 老人院 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都是 废话来告诉你 就算特区政府不派钱 都不能听你这些人的声音 那不如派钱就现兜兜了 反正建公屋 建议院 都会缓慢地进行 对不对 如果不派钱的话 不就一样是缓慢地进行 你觉得他会把那五百亿全部 拿起公屋 建议院吗 你真是傻的 不要再信任这一件事 是不是白痴的 如果是一个外国政府 民选的政府 他就可能会听你的意见 现在这个是千亿人选出来的 傻子 是不是 还反对派钱 还有 有些人就拿借口出来 香港七百五十几万人口 七百八十几万人口 派钱就会造成财赤 这些人对于财政储备 是完全零概念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查过资料 外汇储备截至上年的年底 到底有多少钱 三万三千八百亿港元 三万几亿 好了 现在在说 派每人一万元回水 成年人计 所花的钱大概是五百亿元 只是外汇储备已经三万三千八百亿 再加上特区政府本来的财政储备 一万一千八百亿 两个加起来 四万五千六百亿元 你拿五百亿元出来派 你都在那里 呜呜呜呜呜 又财赤又这样那样 蛤 是不是沽航得这么交关 那些钱都不是你用的了 如果陈茂波那些司长走出来反对 都重情有可原 有些市民走出来反对 你到底知不知道 那个概念是怎样的 四万五千六百亿 如果派一次钱是只是派五百亿 涉及到这个资金 连同行政费 可以派足九十一次 派九十一次 如果一年派一次派九 一年都可以 只是这个钱 有没有概念 这些人还说反对派钱 会造成财赤 澳门当然可以派钱 因为他人少 他只有几十万人 澳门的财政储备一样少 比我们多多声 对不对 找人来比较 人少 我们人多 你看看钱有多少钱 这些人 四万五千六百亿 是一个什么的数字 什么的概念 知不知道 可以派九十一次 这些人真是多余 反对派钱 那些钱本来是属于你的 你有份的 你有份纳税的 而且林郑前几天所说的 所谓十大纾困措施 那里已经在说一百亿 而且是增加了那个经常性开支 那些开支是恒常的 年年都要撥款下去 现在的市民要求你回水一万元 陈茂波司长 是一次性开支 你也不会承诺每年派钱 派一次那么大把 你也要杀住 你也要开红灯 你想怎样 另外 叶柳的新闻党 曾经提倡一件事 就是要向每名市民派发消费券一万元 陈茂波司长今天就向叶柳打面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消费券行政复杂成本高 而且妖民 外地经验反映得到 对刺激消费作用不大 要再作考虑 那就对了 不用考虑了 要派就派现金 不要搞那么多 不要限制市民 去使用这笔钱的用途 他喜欢捐薪去星火又可以 捐薪去老一二又可以 不关你事 总之你派给他 就任由他自由来调度这笔钱 敢施最好是敢施还富于民 烤你消费 你真是傻 所以 一万元就是市民的要求 你财政预算 如果不说一万元 不派钱 不用预算 对不对 守住那四万五千六百亿 最终是益了谁 大家心中有数 对不对 不益的市民还可以益谁 浪费 希望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会有好消息 不过我看机会都相当渺茫 好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好